老伴去世儿子接我住,吃饭时一直不开饭,听到儿媳话,我冲出门外。 人家常说羡慕我和我老伴,生了一双好儿女,把他们都培养成了大学生,现在也都有好工作,各自都成了家。 可是今年老伴去世了。 儿子前两天成了家,女孩看起来虽然不太懂事,但我和老伴总想这是儿子自己的选择,我们也不同他们住,就随他去了。 婚后儿媳也不太回家看我们,但平常只要女儿有让我们帮忙出钱的时候她总是及时出现,话里话外总怕我们偏袒了女儿。 我和老伴曾经就和他们说过,以后等我们俩走了,这房产他们两个孩子对半分,绝不偏袒哪一个。 儿媳也不太回家。 儿媳曾是叹我,我也这么说,但儿媳总说人家都是传男不传女,为啥我们那么想不开。 我平常看她不懂事,心里想她随便说话也没和她一般计较,但她没事就和我闺女瞎鼓倒,我闺女懂事,就会和我说她可以不要的,而且为这点是伤了何起不好。 我一听就很生气,打电话和儿子说让她管好自己老婆,什么都要,也不怕闪了自己舌头。 为这件事儿子儿媳冷战了很久,最后不了了之。 渐渐我们年纪大了,想着把该办的事都办了,就去把遗产走了登记,儿媳知道后大骂,我也懒得看见她,索性就不再见她。 今天老伴去世了,把事情都整理了一下,儿子女儿商量接我和他们一起住,我想着女儿嫁出去了,婆家一大堆事,我就不要再去了,于是决定去儿子家住吧。 住进去第一晚,吃饭时却一直不开饭,我去找儿媳,就听见她和我儿子在吵架,儿子一直让她小声点,她就更大声地说凭什么财产一样的分,到赡养老人的时候就只有这边管,娘俩可不能这样,这不是明显欺负人吗? 我听了心里一阵酸,老人刚去,儿媳就说这种话。 听到儿媳的话,我直接进去说,别说了,财产分是我和你爸的意思,赡养不赡养我全看你们的良心,我这虽然老了,但还没到走不动的地步,自己还是能管得了自己,以后用不着你来管,你也用不着不平衡。 说完我就直接冲出门外,叫车回家了,大家说我做得对吗?